台南安南区两间彩券行 去年10月15号各开出了一柱大乐透投奖 兑换金额高达1亿6400万 不过到现在得主都还没有现身 而今天兑换期限就要到期了 如果到时候还没有人兑换 奖金就会全数充公 大乐透开出投奖以期致富 是不少人心中愿望 不过在台南安南区有两间彩券行 去年同期各开出一柱大乐透投奖 两笔兑换金额高达1亿6400万元 现在兑换期限即将到期 却还没有人来认领 很可惜啊 因为毕竟那么大的金额 我根本就不可思议 因为他要买就是想要对啊 为什么不要去呢 去年10月15号两间彩券行 分别开出8200万元投奖 总共1亿6400万 兑换期限直到今年1月17 如果得主没有现身 奖金将会全数充公 而得主也会和高额奖金擦肩而过 根据了解这两名得主都是自行选号 分别购买1000元和2000元的大乐透 两株投奖至今没人认领 连店家都很意外 只是我们也是希望他可以赶快出面 让我们也真真喜悦 都想赶快来领奖吧 来过个好年 自从开出投奖 财圈行业绩连带提升 眼看就快要过年 店家也希望得主尽快现身 把高额奖金报回家 旧红网期限的报道 去年防疫保单一度成为大家 争相排队抢买的商品 但隔离就赔10万的防疫神单 已经正式走入历史 现在推出的防疫保单 隔离赔偿金额 以至降为3到5万元不等 由于Omicron让国内隔离人数激增 保险专家分析 理赔金额下修 其实是双重保障 避免保险公司惨赔 让消费者拿不到钱 去年的这段景象 你或许还记得 排队人潮看不到镜头 都是为了抢隔离就赔10万的 防疫保单 但过去的盛况 今后可能看不到了 核太产险本来在元旦推出 隔离赔10万保单 但马上被金管会盯上 短短4天火速下架 现在保险业者有共识 隔离里赔金额 都降为3到5万元 但从10万直接砍半 民众认为 这落差未免有点大 毕竟差了一半 落差蛮大 很多人不能接受 前任人吸引太多人 可能算一算不太划算 只是防疫神单 为何突然退场 保险专家分析原因 不太可能再出现 这样子的一个倍率 万一发生的 很严重的新冠病毒传染 对保险公司来讲 是一个损伤 国际债保是一个 重要的基础 虽然隔离金额 不比以往高 但加上确诊赔偿 也很可观 防疫保单大战开打 核态产年缴千元 确诊再赔8万 还保障疫苗不良事件 新安东京产 兆丰产 保费仅600 确诊就拿5万 安达产保费只要273元 住院就赔5万 还保障突破性感染 算一算 各家防疫保单 确诊加隔离 都能拿到10万元 损害赔偿的一个性质 保险局提醒 目前国内防疫保单 国际债保公司不买单 业者得评估自身承担能力 是否有做好风险移转 就怕防疫承担 便赔钱保单 记者女士们五祥三台北报道 桃园疫情持续扩大 西堤餐厅群聚确诊个案 不断的增加 各大餐饮业者就怕生意 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有业者却发现 桃园以外的餐厅 十五十六号这个周末 不只定位没有受到影响 还出现了客满 原来有很多民众就怕疫情延烧 餐厅又会取消内用 趁着禁令之前 先吃一搏 洋葱番茄放进平底锅 倒入沙拉油到煎台 直直作响 五星级欧木蛋 让人看了事实大动 桃园西堤餐厅 连续爆出确诊个案 不过这可没吓跑 其他现实的人潮 反倒有民众就怕 万一餐厅内用又要禁止 特地赶在周末来大快躲鱼 防疫都做得蛮确实的 所以是会在变严重之前 想要多到餐厅里面 尽量快点用餐 到餐厅吃饭多少 还是会很期待 无系的那段期间 我觉得还是不要去 这个礼拜我觉得 好像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紧张 桃园的网品瓦城集团 受到疫情冲击 其他现实的餐厅业者 一样胆着心惊 但16、17号这个例假日 各大连锁餐饮 不止定位没受影响 有的消费者进进出出 甚至比往常还多了一些 各个餐厅的定位上面 是没有看到有取消的情形 自助餐它可能在两个月前 就已经是满定的状态 并没有因为现在的这个疫情 有减少 至于整整受影响的 主要还是饭店尾压活动 每场动辄三到五百人 多是药厂、医院等医疗相关产业 很多被迫取消 国内疫情稍不停 大家就怕内容禁令一出 又是好几个月 无法外出吃美食 想在规定前做好防疫 先吃一波 反倒意外出现爆棚现象 接下来 我国本土案例连日来不断地增加 但有医师引述国外学者 针对各国疫情警戒等级的分数分析 像是美国、日本、新加坡的警戒程度 都落在40到60分左右 相比之下 台湾却只拿到了20分 也让医师预言 台湾距离确诊者暴增不远了 直言再过不久 Omicron确诊数字将呈现指数级大量增长 而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丽敏则分析 目前疫情发展虽然不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还是要持续小心 Omicron变种病毒传播速度惊人 全球确诊数有如一堵垂直的墙 直线上升 各国也纷纷祭出防疫措施 有一时引述国外学者针对各国疫情警戒等级的分数分析 像是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已开发国家 警戒程度都落在40到60分左右 相比之下台湾却只拿到20分 办一些大型活动 二级这些限制基本上还不是太严格 境外我们现在改成7加7 接种率这些全部综合加一加 可能我们的分数比较低 非常这是可以理解的啦 直言台湾分数低也不用太过意外 因为看看各国已经把防疫层级提高 像是分数最高的德国 目前有高达45%的人口 都已经施打第三剂 同时要求出入公共场所 必须出示阴性证明或者是疫苗接种证明 法国国会在民众的抗疫声中 通过批准疫苗通行证 反过台湾则是到24号为止 全国持续维持二级警戒 加研戴口罩规定 医师分析可能是因为台湾是 少数Delta清零的国家 但再过不久 Omercone确诊数字 在台湾将呈现指数级大量增长 从未已知的这几条线呢 大致上还不会到不可修实的地步啦 就是可能会慢慢增加人 比较担心的是有没有一些隐藏的 我们不知道了已经在那边传 不过也有医师报纸乐观态度 认为台湾疫情不至于大爆发 因为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传出来历不明的感染链 那也强调其实可以先恢复 隔板跟梅花座稍微收紧防疫措施 以防社区中有漏网之余 还没被找出 就有名胜后的 就有点阳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一直在优优独播剧场上 成功就在优优独播剧场上 最后的优独播剧场上